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照余秉諺額頭眉心上 腫了一大塊 還縫了好幾針 模樣害人 讓不少粉絲驚呼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心情不好 也不用這樣 你很危險 各位先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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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來余秉諺拍完台劇收工後 就到自己投資的髮廊整理頭髮 但途中要上車拿東西返回店內時 卻不小心撞上髮廊玻璃門 眉心當場冒險 背景及送衣 一共縫了六針 如今只能靠著化妝 髮型遮掩 上陣演戲 身高一百八十六公分的余秉諺 人高馬大 臉龐俊俏 加入台劇後細分重 這回沒注意撞上玻璃破相 他也相當抱歉 帶給劇組不便 但不管怎麼樣 人美事才是最重要 三地新聞王玉璇 蔡君祺 台北採訪到